嗨,今天这个影片呢是关于Tom Poe的眼影盘 哇,指纹收集器 就是我手上这三盘Tom Poe的眼影盘 然后我就想集中做一个试色给你们看 我手上的三盘呢是 01号 01号Golden Link 02号Cognac Sable 还是Cognac Sable 好吧,我又开始一半英文 一半法语的掺在一起念 02号 还有这个20号 20号Disco Dust 然后我会再拍今天这个眼妆是01号Golden Link 那首先我就来给你们看01号的这个试色 好,这个是01号Golden Link 妈呀,这我试得好丑 我觉得这盘的粉质 算是摸起来蛮细腻的 然后它有两个亮片色 但都不是特别夸张 就对我来说和其他盘的亮片色比起来 这两个亮片色都不算是特别夸张 我就当然是更喜欢这一个淡橘色 但说实在的我觉得它不是非常的显那个橘色 虽然还是有一点了 但是就你上眼的话它还是 就闪的那个效果看起来比较多 但是那个橘的那个效果会没有那么重 然后这个颜色还蛮妙的 就是在盘子里看起来是个 有点发灰 有点发冷色调的一个颜色 但是上眼之后我觉得它比较多 就是一个金色 在皮肤上就是个挺漂亮的珠光色 然后这个最后这个最深的颜色 我觉得很不错 是因为它不会太过于深 就是还蛮实用的 因为如果太深的话 我觉得就日常还蛮难用上的 那我今天画的这个眼妆呢 就是用的这一盘 但是我就没有走特别夸张的路线 如果你把亮片色都用上的话 它会比日常 它会比日常的眼妆要更 显得稍微隆重 稍微正式一点 它又没有能达到真正那么夸张的一个妆效 就我觉得 02号的那个亮片色 就会比它更 更隆重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就说这个02号Cocnic Sable 这盘的粉质 我不知道是我买它时间久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摸起来稍微的 硬一点 就感觉稍微干一点点 然后这盘就是我 人生挚爱的眼影 你看这个亮片 你看这个闪的这个颜色 如果打一个灯的话 这个亮片在眼睛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Dramatic 我觉得这一盘是汤货眼影最具代表性的一盘 但是它挺产的 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已经就是在之前视频里说过很多了 我觉得你们应该很烦 然后我就不多说这盘了 那这盘有跟它类似的 我之前买了一盘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那个Dolce Vita 好像跟它是稍微有点像 我前面的视频里也有对比试色 你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好那最后就来给你们看这个20号Disco Dust 应该是就出了以后 出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火的一盘 好 哎呀 为什么我这个色永远试得这么恶心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盘 就我第一次画的时候 我画完了竟然稍微心里有一点原谅他们停产了02号 它的配色整个感觉就是Tom Ford的具代表性的 就是有大亮片啊 珠光色啊 神色 这个路数 什么烂形容 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 我觉得黄皮画真的很很有气质 虽然它的闪片走比较怎么说 银粉 就是你知道比较银色系 但是这两个蜜桃色都很好看 就至少我的肤色上演 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温柔 然后有点俏皮 反正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盘 微博上也有挺多人吐槽这一盘的 反正我个人是喜欢了 这三盘我最喜欢的当然是02号 但是它已经停产了 所以我们就不说它 那么剩下的两盘01号和20号呢 我觉得看你是想日常用 还是想要有一盘Tom Ford 就是标志性的Tom Ford演绎 20号就比较标志性的Tom Ford那种演绎故事 但是如果你日常用 如果上那个亮片色的话就会有一点夸张 那01号其实我觉得就还蛮适合日常的 比你平常那种没有大亮片眼影 稍微隆重一点 就它的亮片稍微有存在感一点 但是却没有到它们家标志性的那种 大亮片存在感的那种程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选一个比较日常的色号 就是01号Golden Mean 如果你喜欢米桃色 想要入一盘它们家比较标志性的配色的 那就是选20号 它的那个Honeymoon呢 我就是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想要买它的欲望了 因为我前面也说了 我有一盘Kiko的那个眼影配色跟Honeymoon特别像 那这就是我手头上这三盘 现在就来看我画这盘01号Golden Mean 上演的片段 好的那我首先取这个颜色 来做一个大面积的打底 就是它非常妙 它上去之后感觉比较多的是一个淡淡的金色 好的 然后我就稍微取这个最深的颜色 来画一下眼尾的那个轮廓 好那现在应该还蛮明显的嘛 就这个颜色比较深 之后呢就来取这一个颜色 放在眼头的位置打亮 然后我上这个亮片色 我会用手指去就是按在眼睛中间 就是会让它存在感比较强 之后呢我再取一点这个颜色 画在下眼尾的后半段 那最后呢就是另外拿一把刷子 把它整个边缘那些暈染一下 就让它不要有明显的边界 好那这样眼影就完成了 现在去刷一下睫毛 好的呢我现在刷好了睫毛 我想加一个眼线 那就还是用这盘里面最深的这个颜色来画个眼线 拿一个小刷子 好的那现在就加上了一个淡淡的眼线 我觉得看不太出来 因为它就是一个那种棕色的 好那这个眼妆就完成了 我去找一只唇膏来上 好那我今天准备来用一下这只 阿曼妮的红管唇又200号 感觉它就介于这件衣服和这个眼妆之间 就是整个还蛮搭的 好了那这就是这个Golden Mink的这个眼妆 如果你们想看那个的话我单独在做一个那个Disco Dust的眼妆 好那这就是这个Golden Mink 我觉得就最平常的一种画法 第一次拍的那一天只画了Golden Mink给你们看 但是呢我现在正好要拍别的视频 所以我就想就是来画一下这个20号Disco Dust 今天的光线不是特别好 但是它的闪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 好的那就赶紧开始看我怎么画的 首先呢我会取这个颜色 就是从眼头开始做一个稍微面积大一点的搭底 好的那接下来我取这个就是这个蜜桃色 嗯小面积的在眼睛中后段画一点 好的那我现在来取就是刚才第一个颜色 把刚才这个蜜桃色的周围再晕染一下 然后再接着用这个颜色画一下下眼影 好那这个亮片色呢就用手指沾一点 放在眼睛的中间上眼皮的中间的位置 我不知道镜头上看起来怎么样 就是肉眼看的话那个亮片是非常的闪 就是bling bling的闪 好那我现在去刷一下睫毛 好的那我现在已经就是刷好了睫毛 最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最深的颜色来画一个眼 好的那现在这个眼妆就画完了 今天外面光线不是特别好 我去加一个唇膏 那这就是这一盘disco dust的眼妆 好那如果你们真的有想要看那个02号的话 可以再跟我说 或者我改天再拍别的视频的时候画一下那个02号给你们看 那这个Tom Paul的眼影的视频 我应该会做到这就结束了吧 反正就是我现在这一段是夹在前面那个后面的嘛 反正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来看拜拜 拜拜